若大寬敞空間光線自由穿透 你能想像這棟設計感十足別墅 它兩年前居然是廢棄屋嗎 而施展神奇魔法的 就是在藝術界有大人歌稱號的 寫實畫家羅展鵬 平常我現在的紙類啊 一些可以燃燒的廢棄屋 那我就會都蒐集起來 然後夏天春夏秋三個季節的時候 我會去山上撿各種木材 然後也作為一個蒐集 整棟房子完全沒有壁紙磁磚 它最自豪的地方 就是頭上的四塊天井 家中許多木製家具 更全是羅展鵬親手打造 像這張石木餐桌 它向木材工廠訂購木板 再拆下早期裁縫機當桌角 接上石木製作而成 成本不到三千元 石木的木板 然後這個是任何五金行都可以找到的 我們叫有牙的水管 就連置物櫃也可以DIY 把梁小傑從五金行買的水管 扣入木板組合噴漆 沒有任何貼皮加工 變成了獨特風格的水管置物櫃 成本不到一千元 其實我們只是做一個非常基礎的 敲除壞掉的 然後重新做完防水 新的泥做新的地板 這些很基礎的工程 羅展鵬DIY裝潢樹走簡單工業風 想像他一樣省裝潢費 只要買材料願意花時間 動動手拼裝 你也可以擁有省錢 但是設計感十足的家具 記者陳子芬 黃金營 新北市採訪報導